平常在我们的生活中,许多人有养花的爱好,但是很多人养着养着就没有信心了,因为养一盆死一盆,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真的是因为养花很难吗?做园艺师这么多年,我发现不是养花难,是大多数人浇水浇错了,很多花其实并不喜欢芹浇水,下面我就给大家整理了八种常见的花,它们都不能浇水太多。 第一,君子兰,很多人都喜欢养君子兰,但是许多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,只看叶不看根。如果你看看君子兰的根系就知道,它是一种肉质根系,这种根系就怕的就是积水了。因此君子兰其实比较适合干养,不要浇水太多,半个月一杯水,多养几十年不是问题,干养的君子兰不仅更健康,还更容易养出纹路。 第二,发财树,发财树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绿植,因为它有招财进宝的寓意,所以很多人喜欢在自己家里,或者自己的店里摆上一盆发财树,但它们养一段时间就养死了,主要原因就是浇水太多了。 发财树其实不喜欢水,因为它的一种浅根系植物,根系长不深,浇水太多积累在花盆底部,它的根系都吸收不到,最后就出现了闷根烂根的现象。 第三,蝴蝶兰,现在市面上卖的蝴蝶兰都是组培苗,这种苗全部用水苔栽培的,不是用营养土,水苔比营养土的饱水性高出太多了。 因此,蝴蝶兰浇水以后是很难蒸发掉的,水都没来得及蒸发,又浇水,那肯定会积水烂根的,所以啊蝴蝶兰一定要少浇水。 第四,红蕴当头,红蕴当头也叫做观赏凤梨,它是一种凤梨类的植物,而凤梨类的植物其实是一种沙漠植物,这种植物的特点是统一的,就是怕水耐旱。 煤水时它绿油油的,浇多了水反而全部黑液,就是因为它吸收不了太多水,浇多了积水烂根导致的。 第五,多肉植物。 多肉植物的叶片咱们用手摸一摸就知道,它是多浆类的,含水量高达80以上,几乎全是水分。 这种叶片会缺水吗?一般都不会的。 相反,它特别怕积水,所以养多肉一定要少浇水。 浇水太多不解会烂根,还容易诱发多肉植物土长,百汗而无一粒。 第六,红蕴。 红蕴是一种非常漂亮,非常喜庆的植物,很多人家里都养了一盆。 有些人家里养的红蕴还是水培红蕴,所以他们就认为红蕴不怕积水,这其实是错误的。 水培红蕴长生的根全部是水生根,具备抗水性,但是土培红长生的根是土生根,不具备抗水性。 大部分人家里都是土培红蕴,就绝对不可以浇水太多,否则很容易烂根。 第七,长寿花。 长寿花其实原名不叫长寿花,它本来的名字叫做圣诞加兰菜,是景天科加兰菜属的植物,而景天科的植物全部是多肉植物,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讲。 长寿花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多肉植物,这种植物最怕积水。 长寿花肉质叶片本身含水量就丰富,浇水太多它根本吸收不了,就会导致根系腐烂。 那长寿花苗就岌岌可危了。 第八,仙克莱。 仙克莱是传统的年宵花,它的花朵缤纷鲜艳,美丽极了,因此很多人喜欢在过年的时候买一盆回家。 可是买回家后,养了一段时间,叶片和花朵就全部倒浮了,很可能就是浇太多导致的。 长寿花也是一种怕水的植物,它自身抗旱性很强,不浇水都没事,浇水太多,反而会引起水涝,根系呼吸作用受阻,就会使得叶片和花朵倒浮。 而且这是不可逆的。